这个38岁的男主播 却有个6岁的孙子 一天前 他还是个单身贵族 精心不知好浪漫约会 等待性感女友的到来 可打开门 一个吐气的女孩站在门口 张口就喊他爸爸 但无法否认的是 他这张熟悉的脸 确实和初恋一模一样 男人当场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 女儿和孙子已进了门 意识到自己是个名人 如果被发现未婚生女 事业肯定彻底完了 男人立刻翻脸 想把他们赶出去 但没想到 女儿却拿爆料威胁他 于是 就这样 三代人住在了一起 而他的完美生活 也被彻底打乱 曾经他也拥有过悠闲的早晨 瑜伽 护肤 营养早餐 但自从有孩子后 家里到处都是玩具 厕所永远有人 脏碗堆积如山 而真爱的进口电视 也成了孙子的涂鸦黑板 自己明明有洁癖 怎么会有这么脏的后代 男人不肯接受 带着女儿找来宠物医院 让兽医朋友 帮他们做第一类鉴定 结果 他再次被狠狠打脸 他们真的是亲父女 更让他心烦的是 女儿还是他电台来信的 热门主人公 凭借坚强单亲妈妈的故事 撑起了整个频道的收听率 在知道他是女儿前 自己还在节目里 鼓励他去见亲生父亲 但打死他也想不到 自己就是那个父亲 男人崩溃了 找不到正当理由赶走 就来点音的 他故意拉着女儿喝酒 开始言其苦情细 但没想到 酒量一样差的父女俩 居然同时喝醉了 并还答应了 让他们一直住下 但最离谱的是 第二天醒来 他发现女儿 竟然躺在自己床上 这对喝醉酒的亲父女 居然睡到了一张床上 男人吓猛了 颤颤巍巍地伸出手 好在女儿穿戴着旗 他彻底松了口气 无奈之下 三人开始了和谐的同居生活 孙子看动画片 他就立刻抢走沙发和电视 不仅让他看着自己吃零食 还让他去倒水 带孩子们去商场购物 自己拎满名牌手带 母子俩却只有一代地摊伙 约好不能公开身份 只要走出家门 他依然是个单身贵族 渐渐地 他也适应了这种生活 可就在这天 女儿突然出现在了电台 原来 电台新办了个音乐节目 一直心怀歌手梦的女儿 便答应了参赛 生怕关系被发现 男人急坏了 催他赶紧回家 但因为唱得太好 女儿成功赢得第一 顺利拿到了晋级 尽管承认女儿有天赋 但回到家 还是自私地阻挠他参赛 而女儿只用了一句话 就让他改变了心意 女儿成长在单亲家庭 年纪轻轻又当了妈妈 自己什么责任都没尽过 男人沉默了 第二天就改变了心意 只不过有个条件 不能把孙子带去电台 家里没人照顾孩子 商量过后 两人决定把孩子送去幼儿园 但眼下还有个最重要的问题 一番复杂操作后 他放心地带着孙子来到了幼儿园 测试教学成本 测试完美通过 就这样 孙子成功进了幼儿园 但因为是乡下来的 孩子们嫌弃孙子太土 都不愿意跟他玩 看着孙子委屈地缩在一旁 男人怒了 立刻带他们来商场大改造 女儿必须穿最贵的 孙子要最新最潮的 三人满载而归 第二天 看到打扮的堪比王子的男孩 校长震惊地说不出话 而原本嫌弃女儿土气的同时 也态度大转对他献起了殷勤 一旁的老父亲看在眼里 骄傲地偷笑起来 连他也没发现 自己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存在 但好景不长 赛后准备回家的女儿 突然被一个年轻男人叫着 你知道这个表情包出处吗 38岁的外公和孙子打开 被发现偷偷作弊 同一时间 女儿和前男友重逢 男友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儿子 开始重新追求他 几次约会下来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可在送他回家时 却意外撞见了男人 听见父女俩自然地聊着内裤话题 误会成不正当关系 还愤怒地拍下照片 第二天 他拿出照片逼女儿离开 并威胁要去报社爆料 举报这个知名男主播 因为答应了不泄露关系 女儿什么都没有说 就在两人拉扯时 男人也看到了 父女俩大吵一架 他把男友当成了狗仔 以为女儿故意要搞垮自己事业 一怒之下 把他们俩赶了出去 失望的女儿不愿再解释 背着来时的简单行囊离开了 重新回归独居生活 终于女儿以听众身份打回了电台 当着所有人的面 她还是不愿意公开关系 但却鼓励女儿不要放弃歌手梦想 到了决赛 女儿终于出现了 她放心地上台开始主持 但就在这时 孙子却不见了 女儿吓坏了 逃遍了整个电视台找人 但还是没有男孩身影 绝望的她扑向会场 向唯一的亲人求救 所有人都看着自己 一旦承认就暴露了 男人心情复杂 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人嫁走 犹豫片刻 她发现了脚下的玩具 那是亲孙子的玩具 终于 她不想再装了 她带着女儿报警 就在这时 男友追了过来 误以为他们有了孩子 男友生气地就要打他 女儿彻底怒了 告诉男友这是他的儿子 正要动手的两人一愣 局势瞬间反转 好在警察传来消息 孙子也找到了 故事的最后 男人召开记者发布会 为隐瞒女儿的事情道歉 但看到舞台上护女的全过程 她瞬间成了负责的好爸爸人设 还拍摄了不少广告 事业反而发展得更好 从此以后 一家人过上了平淡但幸福的生活